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种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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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鹼 鹿 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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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翔角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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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白尾鹿 OK 三分之一的那个都是带有新冠病毒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新冠病毒它已经很早就去年已经被鉴定是一种人畜共患病 它就相当于是可以在自然界当中长期存在的 就相当于人不是它的唯一宿主 那么我们就不可能通过疫苗把它给消灭掉 所以说它既然不可能把它消灭掉 我们也不可能永远封国门 甚至我们也不可能干涉动物的再迁徙 那么就是说即使是我们一直分国门 那么新冠病毒它还会通过通过的自然迁徙 有可能在我们国内产生大范围的爆发 对 非常可能 所以说共存它是一个科学的判断 而且我认为就是说大家不要简单的把 因为钟南山张文宏这些科学家 他的发言有时候只是一个就是说是逐步让你们去适应 或者说是去接受一个你们不太愿意接受的现实 嗯嗯嗯嗯 我就是现在现在中国大陆一般民众 他对于与病毒共存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排斥的 现在对不对非常非常排斥的 对对对对对就不愿意有这个东西 但是就是说客观现实是这样子 所以说通过张文宏医生他去慢慢的放出这些分身 然后让大家逐步去接受 然后为后面的开放国门或者是其他这些东西做好准备 嗯嗯嗯 所以说他将是这个目的 而且就是说高强那位就是说他的背景 他不是医学背景出身的 他是做财经和管理出身的一位部长 就相当于是外行指导内行 嗯嗯嗯 然后而且他也已经退下来那么久了 而且他这次发的也不是人日的主板 他是人日的相当于一个APP上面进行发言 所以说他不能够代表任何他不具有中央的那种权威代表性 有人民日报的权威代表性 而且事后其实上人民日报为了这件事情 也是就是说实际上上海市政府和张文宏医生是道歉的 嗯嗯 所以说大家不要认为就是说好像说张文宏这种 或者说我我之所以要说 我就看到有很多人说说什么上海人怎么怎么怎么 让上海人线核病毒工程 嗯嗯嗯 这种话都是很不理智的 所以说我就说一下就 就相当于台湾人 就是所有听到这个就是华人都要接受这样子一个现实 就是你们将来无论如何都会跟新冠共存的 所以说疫苗这个大家也是肯定要打的 这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这全人类的事啦 就是这样子 因为你说都跟动物共存了 那那那那有什么好说的 那就是他永远就会在那里啊 那甚至甚至他可能在动物体内变异 那那你就根本抓不到他的一个方向了 对不对 对啊嗯 所以说他是一个人畜共犯病 而且就是说他会不断的突变 而且有可能有一天就是说我们人类在人 就是比如说感染人的菌株被我们通过疫苗克制住了以后 也许他在动物体内他会再进行一次突变 然后突变成另外一个菌株 然后就相当于重新再来感染人 对对 这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所以说呢大家就是说是 不要恐慌也不要说很情绪化的说这种话 就是说张恒宏医学只是把一个你们不愿意建设的科学现实提前告诉了你们 嗯 那就是这样子 那那个博士那那照您这样看你觉得我们人类大概 我知道可能也不好讲了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 就是Delta对于长期使用那个就是 MMA的感染力特别的强 它成为主流生命 不好意思 那个博士您刚刚讲Delta对什么 刚刚电音了一下您再说一次 刚刚Delta怎样 就是简单说在那个就是 呃 使用使用中国灭活疫苗的地区 嗯 就是说是Delta它的那个感染率没有使用莫德纳的地区来的高 但是呢就相当于就是说Delta有可能就是说对于那个M1疫苗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它是针对M1疫苗的 哦 然后呢 拉姆达有可能是针对那个灭活疫苗的 就相当于就是说你用疫苗去压制了这个群主 然后群主就针对你这个疫苗进行了一个进化 嗯 所以说呢 我们觉得这个这个这个病毒呢 有点打破我们以前长期的有没有点 然后就是 嗯大家可能要对于这个长期化要有一个精力准备 那那是不是就是变得混打疫苗就变得非常需要了 就是说我可能又要打M1M1要打灭活 然后再打个什么什么 肌短蛋白 我觉得就是说 我现在觉得就是说是最有可能 我们而且我就是上次我们就是说自己内部在讨论的时候 我觉得最有可能的一种最好的一种免疫的方案 可能是鼻喷疫苗加上灭活疫苗会是最好的一个方案 什么疫苗 鼻喷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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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东西 就陈辉院是最新在做一个鼻喷疫苗 他就是将那个就是腺病毒疫苗 用那个就是相当于是辅料给爆火以后 然后通过那个呼吸道直接吸入肺部进行一个 研磨到的原味免疫 这是一种新的疫苗 喷到鼻子里这样呼吸道的 这样这样弄进去喷鼻子 直接吸进去 不是打到肌肉里面 也不是不是打到肌肉里面进行免疫的 是直接就是吸入进行免疫 就是吸入免疫 吸入疫苗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之前就是所有的研究之所以 就是灭活疫苗的保护效果 没有那个就是 mRNA疫苗要来的好的原因 是因为mRNA它可以引起比较强的 IgA抗体 然后认为IgA抗体是阻断新冠传播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抗体 因为但是这种抗体呢 它只在那个呼吸道 粘膜免疫系统里面产生 那么就有可能 这个就就提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的mRNA疫苗 它就是我当时曾经说mRNA疫苗很好 但是后来又加上mRNA很好 但是现在其实mRNA的一些问题 已经渐渐渐渐的被暴露出来了 然后这也是我 我还是对mRNA我不是很看好 但是mRNA它的的确确能够 刺激比较强的IgA抗体 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在初期能够很好的阻断 的一个原因 那么就相当于灭活疫苗 因为它不能产生IgA抗体 那么我们就通过鼻喷 就吸入性的疫苗 让疫苗直接黏膜到 然后就能够直接产生那个就是原微免疫的效果 就能够产生大量的IgA抗体 让它也能够有一种阻断的效果 相当于就是灭活加上吸入两种疫苗 混合使用就是一个相当于是防止你的死亡 一个是防止你防止那个病毒的传播 哦 那这个很有可能的 嗯嗯嗯嗯 好的 方法 哦 那博士请问一下 那为什么不用mRNA跟灭活混打呢 嗯mRNA现在就是说爆出来的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mRNA它会就是说是原来它认为只会在肌肉组织里面稳定的表达 但是它现在会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它是会在多组织 就是说它会跳脱出肌肉组织 它会在血管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组织有表达 就是说s蛋白还有可能就是说它游离进入的血管当中 进入了血管当中呢 它有可能就是在血管当中被识别为异物 它会引起不确定的炎症 就最近报道的那个小孩的心肌炎很有可能性就是因为就是说s蛋白脱离了细胞表面之后进入血液当中 然后被带到了那个心脏器官 然后被心脏的原位的相当于免疫细胞识别 它产生了不可控的炎症导致了心肌炎 嗯嗯嗯嗯 了解 然后这些就是就是这些东西都属于是一种不可控的就是新的疫苗 而且没有经过长期的研究 它就直接投入 这些东西都是无法避免的 嗯 所以说呢我还是不看好mRNA 而且就是说我还是觉得就是说可能 而且mRNA和其他的疫苗混打的话 它有可能免疫效果太强了 就是说现在美国FDA通过的最新的第三针的加强 它的mRNA疫苗的接种量是减半的 嗯嗯 所以说呢我我是这样子一个看法 你说接种量是那个剂量减半是不是 剂量 对对剂量减半 哦剂量减半 OKOK不然太强了 OK好了解了解了解 好那那个共 然后啊 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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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讲吧 你要什么问题呢 你还可以问一下 我先我想问就是您刚刚讲那个 呃你说这个新冠病毒已经证实它可以在那个鹿啊 哺乳动物那个鹿的那个身上 当然我也有新闻报道它在猫啊狗的身上都都都好像有侦测到 那请问一下它现在有没有任何科学文献资料证实它可以在鸟类的身上存呢 我还没有看到过 嗯我还没有看到过 然后我现在看到过的就是猫狗 嗯 雕就水雕 嗯 还有那个就是这次的鹿 嗯 然后鸟类我还没有看到相关的 像有可能后面如果说有鸟类也有可能性或者鱼类也有可能性那就更加厉害了 对对对 那就现在那就无国界传播了 嗯 对而且在很多的水系就北美的水系里面大家都已经发现在水中能够检测到新冠病毒了 哇水中也可以那鱼类鱼类也可以吗 鱼类还没检测 还不知道 鱼类还没检测到这些都大家还没做 但是后期可能会有人去做 如果说真做出来的话那就相当于是 那就投降了是不是 那就永远构成就投降了 嗯 对所以说我我所以说我说就是张文宏说 那个东西是客观的医学判断 大家不管你接受或者不接受或者你怎样骂他 你最后将来都得接受这个事实 嗯嗯嗯 对对 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同说就是中国内的那个就是防疫太严格了 那个我也我也说国内防疫严格这一点呢 你不能够就是说作为一个指摘 因为因为你要知道只要有流行以后会有多少的家庭 就比如说我去新疆的时候 他们说去年新疆一整年相当于整个经济是停滞了 嗯 他不可能就是说虽然很不人性 但是就是说我不可能为了你们几个人回来看人 看看家里面的人或者是你们几个人的回国的人权 我去放弃更加多的人的生存权 就是一个生存权和人权之间的斗争 我肯定是生存权大于人权 对对对 疫情本来就是一个集体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较量 现在就是面对疫情这种重大的变化 肯定是集体主义要比自由主义要好 嗯 所以说集体主义他就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他可以损失一些人的小利益 所以说你们的利益只能被损失掉 这是没有办法的 嗯嗯 了解 我我就是我的一个就是说很明确的观点就是这样子 嗯嗯好 差不多就是这种看法 好谢谢 然后就是说我还要再说再说一点 好你说你说 你看看上海人被怎么骂的 你就要提醒你们台湾的同胞 如果说你们继续这样下去 你们将来只会被 被骂的更惨 我知道我知道上海人也是也是有那种 所以我就想就是你们对自己人也不手软地狱黑也也不手软的 就是地狱黑就是哇一排骂上海人 所以哎算也是就是这样 哦我在想了真的 对啊上海人都这样骂台北人更骂的更厉害 没有 我我在讲 我我在讲就算就算真的统一了 这种地狱就是台湾人也也可能要被骂一阵了 我觉得 对现在就是19年以后就算统一了 你们台湾人也会骂很长一阵 因为你们现在在国内的舆论环境里面 你们和汉间几乎就是滑等号了 虽然你们选出来的政府做的事情就是汉间的事情 好了好了你们上海人上海人也是天龙国啊 好不好你们也是没有关系了 好不好 好了大家这样做好自己就好了了 哦 好了谢谢 谢谢共和国你的call in啊 感谢感谢 谢谢 非常非常那个那个很好的科普 感谢真的谢谢 谢谢 好 好 拜拜 好 来非常谢谢共和国 每次都替我们科普好多医学上面真的很重要的知识啊 好 来 那看样子这个如果真的在动物身上 那那那那那这个没个了局了 这个这个疫情这种东西没个了局了 咱们 好 咱们 看看